很多事情簡單來說就是給付太少啦 你給這樣子的錢 你又要廠商去做出那麼多東西 那最後一定會出很多問題 所以現在台灣人遇到的問題就是藥越來越差 然後點滴缺貨什麼都缺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強求我朋友 今天的來賓是YouTube圈跟醫療圈的好朋友蒼蘭哥 那蒼蘭哥強在哪呢? 首先光是他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我想台灣人應該就知道他有多長了 再來除了柯文哲跟賴心得之外 蒼蘭哥應該也可以算是最多台灣人認識的醫生之一了 目前他的YouTube頻道訂閱數高達了80幾萬 同時他還有出書出課程跟大家分享他的專業 也常常透過自己的社群 分享醫療知識或醫療秘訊給大家 那我這次也是因為看到蒼蘭哥在IG上面怒嗆健保 才想到可以請他來分享這個對我們來說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今天除了可以窺探一下醫生的生活之外 也會跟蒼蘭哥一起聊聊台灣的健保以及醫療環境的問題 那蒼蘭哥要先跟我們的觀眾打個招呼嗎? 嘿嘿大家好我叫蒼蘭哥 對終於來到志祺的節目 之前就是常跟志祺會碰到 有人然後尬聊一下下 但是都沒有真正合作過這樣子 沒錯之前我們兩個人就會密密下去 嗨嗨嗨老婆糟糕怎麼辦 兩個內向的人碰到 那今天其實除了我們之外呢 還有我們的客戶主持人嘉宇也會跟我們一起聊聊 哈囉大家好我是嘉宇 那一開始想要問就是一個對於醫學系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超級八股的問題 就是你高中的時候到底是什麼讓你決定要讀醫學系 然後當醫生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就是假設你家中你沒有什麼醫學系 或者是醫生相關的成員的話 我覺得大部分你說你高中你就很確定自己是醫學系 我覺得那都假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來自於可能教師的灌輸 就是老師的一些灌輸 或是父母觀念的一些灌輸 可能父母還是會覺得說 醫生不錯啊 牙醫不錯啊 就覺得三類組不錯 然後我那個時候因為我家庭裡面完全沒有任何醫療背景 所以你說要我那時候 儀管虧天知道醫學系的生活是怎樣也不可能 但是就會常常被灌輸 好像聽起來很不錯 對 很不錯 那就是努力念書來努力衝啊 對 然後成績有到就去了 這真的是當初的一個狀況 當然可能有接觸一些志工或怎麼樣 跟你說你去醫院急診室 或是去那些護理之家當志工 那個跟未來醫學校走得多 我是覺得那個其實也沾不上什麼便 你頂多去看一下 這個醫院裡面的環境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是沒有很瞭解醫學系在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我幸運的點是 就是我進到醫學系之後我發現這個東西是我喜歡的 那是真的很難 對 這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還是會遇到其實同學裡面 當然大家比較少聽過 其實醫學系裡面還是會有所謂的念不下去 或轉系的 但是就我很幸運就是我進去之後 我發現其實這個雖然說好像跟我一開始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發現我的確對人體對這些醫病的溝通是蠻有興趣的這樣子 那當醫生之後就是你有達成你當時的一些理想嗎 然後或者是還是就幻滅了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這個理想 理想我是覺得應該還是有達到 當然過程中你還是會覺得就跟我們今天要聊的健保制度有關係 你會覺得有很多阻力 這個制度怎麼可以這樣子設計 讓可能重症科讓救人命的科得不到比較好的一些待遇或者是給付等等 對 這是題外話 但是你說成就感上 譬如說幫助患者或是像我現在跟家長跟小朋友溝通 有些小朋友就是會跟家長要求說 他們只看我不看其他醫生 你遇到一些狀況你還是會覺得好像真的有他的價值 但是有時候現實的重症還是會打過 好痛好痛 但偶爾還是會稍微被療癒一下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是覺得還算OK 當初的理想應該是有達到這樣子 當然我覺得我還是會設定我其他的目標 但是至少初步看起來好像跟我高中時想像那種醫生幫助病人 應該還是有一點大上邊是覺得還OK這樣子 那我想要問一個俗氣一點 我相信也是很多聽眾很感興趣的 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有印象深刻 就我聽文學院的教授因為我修外文系的課 然後他就說他們去開那個校務會議 然後開完的時候他們這些文學院就看醫學院的教授都坐兵室走了 那他們就只能看著然後目送他們之後踏上自己的小腳踏車 而且還是那種破爛腳踏車離開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當醫生可以賺很多 或是當醫生很好賺 想問這是真的嗎 我覺得以比如說你提到那個年代來講我覺得應該是沒錯 對因為在健保開辦之前的年代 不管是醫生的收入醫生的地位 那個時候應該都算是蠻至高無上的 必須這樣子講 但是健保開辦之後其實大部分平均來講 其實醫生的收入是持續往下降 然後因為其實民眾對於一些醫療知識的獲取 因為一些網路媒體的一些興起 大家其實也越來越敢去問醫生去挑戰醫生 然後去質疑醫生說怎麼這個醫生講這個你講這個 所以這部分來講我們也是很有感的感覺到說 其實醫療環境的確是這十幾二十年來 不管是醫生的薪水方面 或者是醫療人員的一種可能被尊重的感覺 其實都是日益往下 對其實我們是聽長輩是說他們有很明顯這種感覺 但我們沒有經過那個年代 我進去醫學系 或到我畢業開始 職業這個狀況已經沉定型了 我都會遇到很多人跟我討論 說他覺得是怎麼樣 怎麼你覺得是這樣子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良性的溝通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對於一些個性上可能他希望是比較權威式的醫生 他就會覺得病人不尊重他還怎麼樣 所以我其實覺得每個醫生有不同的看法 但的確你說權威性來講 或者是民眾尊重專業的一種角度 或者是收入來講 我們的確可能沒有辦法跟二十幾年三十幾年 健保開辦前的醫生比 但是還是必須中立的講一下 以醫生放在現在這個時代的薪水 當然還是高於台灣人民平均蠻多的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那種就是相對剝奪感 你看到你的 至少我家人沒有 但是我們有很多同學都說 哇他老爸或是他爺爺 那一輩就是可能賺個三年的錢 就是他現在可能賺個十年 賺個二十年都賺不到 就可能會有這種差距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哇這個就是不同 像我就沒有這個煩惱 我同學就會煩惱說他這樣算一算 他可能努力個十幾二十年 都比不上他繼承下來的東西 那他何必這麼努力 這個就是有錢人的煩惱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個狀況 但是只是舉個例子跟大家說 其實醫療環境 大家看起來可能醫生收入還算不錯 但是整體醫療環境 他其實在制度的一些影響上 他是日益往下的這樣子 而且我記得因為我一個好朋友 他其實也是醫學系的 然後我記得當年就是剛畢業 應該是在醫院實習第一年 然後同一時間不是其他 不是念醫學院的學生 就四年畢業就去當兵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問他說 因為他有薪水嘛 然後他說那你賺多少 然後他就說 其實比當兵的人還低 就是換算成十薪之後 其實也不用換算成十薪 因為我實習的時候月薪就一萬二啊 一萬二是不是有比當兵高 當兵好像 當兵不是才幾千塊嗎 那有比較高啦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沒有當軍官的話 可能應該去實習醫生是賺的 看起來帳面數字比較多 可是他說 他說一除上他要oncode的時間 他說天啊比狗還低 對我實習的時候 那個月薪是一萬二 然後換算成十薪 十薪我記得算過好像四五十塊而已 對 自己很誇張的事 對因為工時超級無敵長 對所以 不過因為實習醫生現在這個制度也走入歷史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 實習醫生可能 可能醫學生們沒有什麼共鳴 因為現在制度的關係 現在已經變成說醫學生畢業之後 就直接變成住院醫師了 所以現在會少掉實習醫生這個階段 對但是當初就是至少 以前有實習醫生這個階段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 那個就錢還真的不夠用 還要跟爸媽借一下這樣子 尤其如果你要在台北生活的話 對啊 假設沒有實習醫生制度 就現在你們醫生的工時大概是多少 公私立醫院是有差的嗎 基本上醫生工時最最殘酷 就是最長的時候 還是在住院醫師的訓練階段 因為住院醫師 他就是一個我已經選定 譬如說我是走兒科 我已經選兒科 然後我兒科 我至少要經過三年的訓練 就那個訓練的時間 這個住院醫師它是最累的 住院醫師目前我們的公時規定是80 對這個80不是每個月是每週 對每週就是不能超過80個小時 80已經有調整過了 以前是88 對以前是88個小時 對然後再更早之前是沒有規範的 所以必須說 就是至少在住院醫師的一些公時保障的一些福利 其實是有變好的 對因為以前真的是太太殘酷 然後可能發生一些可能有醫生過勞 或是過勞死或是過勞中風 反正因為一些比較不幸的事情之後 其實法規是有慢慢修改 那以目前最新的標準是一週不能超過80個小時這樣子 因為我有聽說過醫療人員是不適用那個勞基法的嗎 你們的勞中條件是怎麼樣被規範跟保障的 應該是說你在住院醫師階段 住院醫師階段目前它是一個特別的勞基法 就是住院醫師階段它還是有一些勞基法的保障 但是它公時它是跟一般勞工是不一樣 我沒有很細舊這個法規是怎麼樣去match的 但是據我所知住院醫師是有受勞基法的保障 但是它對於公時是有特別規範 就不能超過80個小時就跟一般勞工的公時是不一樣 但是到主治醫師以上就是完全不受勞基法保障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80 實際上面有真的在80以內嗎 還是通常會超過 看你的科別 如果說是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比較辛苦的一些外科系 他們要在刀房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醫療劇 因為刀房他們也會把這個情景演出來 就演說住院醫師 他們就會演他比較負面 就有那種很要求生活品質的住院醫師 可能一到他的時間到了 下午5點了他在下班 因為他在刀房裡面 他面前就在開刀 他是刀房的助手 然後幫主治醫師遞氣泄 請問你敢下午5點到了 然後你就跟主治醫師說 老師我要下班了 歪 然後就氣泄一丟你就跑掉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以大部分外科系來講 據我所知是會超過這個時數 如果說是內科系的醫生 如果是主要以病房 因為內科系就不用進刀房 他們病房裡面可能多多少少 那個就是時間可能稍微還可以掌握 但是如果是外科系很累 他們可能常常真的會超過這個80個小時 特別是一些急診刀 急刀 你怎麼可能說你時間到你就要下班 對所以就是會造成一個工時會過量的問題 所以才會造成說我們覺得某些科別他們真的是太累 所以影響到他的一些招生 然後影響到我們所謂的五大街空氣 這些東西都會有關係 因為有些科別就真的是太累了 大家會不太想進去這樣子 這樣子我會有好奇的事情 就是如果醫師他們的工時這麼高 然後薪水卻有可能不成比例的話 你有曾經想過說早知道那個時候應該去讀二類 然後去當工程師之類的 應該是說我目前很多醫學系的人有這個想法 但是也不得不說像二類組 大家普遍注意到說他們分紅很高 或者是他們好像狀況真的不錯 也是在疫情之後 對因為其實疫情之前有時候 我記得是貿易障礙還是怎麼樣 其實應該說好好壞壞 就是科技業我覺得他剛剛好可能是這三年遇到疫情 然後遇到AI 然後遇到中美貿易戰 所以變成說科技業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可能轉蛋效應 或怎麼樣才讓科技業整個 就是扶搖直上之類 而且科技業好像他們也說 也不能統稱他們叫科技業 可能就只有科技業裡面的 例如說半導體相關 AR相關 他們得到最多的紅利 也不是所有科技業都吃到這個紅利 所以的確這三年來是有蠻多 我看到蠻多的學弟妹 或是甚至我自己在很辛苦的時候有曾經這麼想過 但是我還是必須客觀的說 我覺得不能用這三年的環境就去定調 早知道當初走二壘一定會比較好 而且我觀察到的一個狀況是 大部分是住院醫師 就是還在很辛苦受訓的時候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那時候工時很長 薪水相對低 大部分其實你過了住院醫師階段 你進到主治醫師的時候 因為整體的工時會減少 然後你的薪水跟住院醫師比起來也會增加 所以大部分人到主治醫師的時候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厭世感跟抱怨 住院通常有多久 大部分三到五年 哇再讀一次 但是三到五年其實也是蠻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再加上一個通膨 那真的會很痛苦 加上那個工時 而且特別是你那三年的時間 譬如說你剛好2021到2024年 那個時候你還在住院醫師階段 假設你那時候在住院醫師階段 然後你看到跟你同輩的工程師們 然後他們可能在2020年買房 然後經過那一波整個暴漲有沒有 你會覺得那個厭世感真的是沒有辦法比較 我自己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我也是2022年那個時候左右才出來 大概是那個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也還在住院醫師階段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牙醫的朋友們 已經在2020年之前就買房了 有一些工程師朋友們也買房了 然後自己就整個錯過 因為你還在受訊 而且你薪水還是相對低 大家都說你凹過去就好 但是凹過去就好 其實是沒有考慮到背後的痛膨 當你少了那幾年的時間去治產 然後你少了這個飛生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那一拉開那個差距是非常大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來 就是醫學生特別是住院醫師 或是我們裡面的人 如果你真的還沒有去做好一些 治產的準備 你真的會覺得 哇怎麼被你科技業的朋友 甩掉好幾條街的那種感覺 嗯 但現在感覺聽你對於整個醫生的質疑 你其實還是滿滿意的 感覺雖然你雙眼有光 你是怎麼樣克服這個熬過去的這個心態 然後我也蠻好奇就是當醫生這麼久 你沒有遇過什麼很不爽 或者是很委屈的事嗎 是但我不得不說 我算是醫學界裡面的特例 就是不能用特例看看同理 就是就是因為我是因為至少我我覺得我當我的人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抉擇就是我在2017年踏入自媒體這一塊 對所以我覺得我的身份不能代表所有的醫界 對因為我是覺得自媒體這一部分對我來講算是加了很多分 對他讓我的醫生質疑就是除了醫療本身之外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對我來講雖然說剛剛跟你們就抱怨那麼多好像錯過了那一段飛生期還怎麼樣 但是我沒有特別因此覺得厭世因為我至少我覺得我選對了一條路 然後這一條路讓我就是像現在我除了自媒體然後也有在看診 然後可能本身一些保健食品等等 其實我覺得好像都有做出一些成果來 對所以整體來講我是覺得還蠻我是還蠻滿意的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說我的同輩們特別是他決定留在醫院 然後受訓練的時間拉更長 或是他留在醫院擔任主治醫師 然後他們看到科技業的同仁們可能都已經因為這次的飛生 然後就得到很多資產的一些進步等等 我是可以同理他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不平衡的一個想法 對所以我覺得我是滿意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很多一屆的人因為健保制度的關係 因為就是因公時過長的關係 他們其實整體來講還是處於比較抑鬱的一個狀況 那你自己就是遇到有沒有一些不爽的事情 不爽的事情你是指向看診嗎 對啊就在這個算是醫學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哪些是很不爽 或是覺得這個有點委屈的 是應該是說我覺得就我們以政策面來講就好了 對因為政策面來講大家也知道 現在蠻多人意識到健保制度 他對於醫療的產生的一個衝擊 我舉例來講就是現在市面上很多原廠藥都已經退出市場 然後像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是慢性過敏的人 對所以我以前會需要常常吃原廠的一些抗主治安的藥物 對然後現在這個抗主治安的藥物 你就會發現因為成本比較高的關係 台灣已經找不太到 對你可能要特別去某些藥局買 然後覺得很麻煩 我就想說那我就乾脆吃學民藥 我就直接吃跟它同成分號稱一樣效果的藥 但是我的體感就是它就是沒有來的那麼好 我這個也有遇過 就以前我有點一個嘴巴破的一種藥 然後後來就是他說這個已經退了 所以你要買學民藥 他就他這個效果為什麼就是沒有那麼好 對就是可能我們的政府單位 或者是我們相關的一些單位 他們都會說其實學民藥也OK 因為成分都一樣 劑量都一樣 但是我們當醫生的 我們用過那麼多病人 我們就知道大家的感受就是有差 對即使你沒有跟他說這是學民藥 他下個禮拜就跟你說 為什麼我覺得這顆藥好像對於我的血壓 怎麼覺得壓不太下來 或者是對於我的血脂肪 那個數值怎麼可能有差 對其實大部分人真的會覺得說 學民藥跟原廠藥他們使用起來 就是會有那麼一點點差異的感覺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健保去給付藥價的關係 因為健保對於藥價他們幾乎是年年砍 就是譬如說我今年我給付你這顆藥10元 一顆藥10元 明年他去調查每家進貨的成本 他覺得你這個進貨的成本明明就比較低7元 他就把它砍到8元 然後再隔一年他可能就把這顆藥再砍到7元 對你會發現很荒謬的東西 就是當萬物都是通膨 就是藥價是在通縮的 對因為你們不在裡面你們可能不知道 就是健保局去給付每一顆藥的價錢 每年是通縮 每年都在砍 對每年都去給付藥價的錢是越來越少 所以低到一個程度的狀況下醫療院所他就不會再進原廠藥了 對因為原廠藥是比較貴的 他們就會開始去買學民藥等等 對所以藥你會發現原廠藥就退出台灣市場了 你想賣也買不到 因為台灣他們就發現台灣沒有人要要原廠藥 他們就退出市場 然後台灣取而代之幾乎越來越多的學民藥 然後使用這些藥的人 他們就很有感的會覺得說 好像某些藥效果真的是不如以往 然後像我本身就是使用者 我也會覺得說我寧願想要花多一點的錢買好一點的藥 但這個藥在台灣已經找不到了 那個錢會差很多嗎 差很多 差很多 譬如說一顆血壓藥好了 他剛進台灣的時候可能一顆給付他可能12元 然後砍到10元這樣其實就打8折了 砍到8元就幾乎打6折了 反正他是年年砍 健保局他去做這件事情 他當然是要省成本 簡單來說就是節省大家的健保費 然後他所做的一個比較謬誤的地方是 他通常都去調查譬如說醫院的進貨價 譬如說醫院他去調查這顆血壓藥的進貨價 可能只要6塊錢 所以他就說你醫院進貨價只要6塊錢 那我就把你的給付從8元砍成7元 所以等於是說醫院他進這顆價 這顆藥6塊錢 然後健保局給付他7塊錢 然後他們就說你只要醫院還賺1塊錢 他們那個時候還發明一個名詞叫什麼藥價黑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個東西他就叫藥價黑洞 他說你靠藥價差來賺錢 你明明進貨價只有6元 然後我給你7元 你其實已經賺錢了 但他沒有考慮到 這是醫院大量進貨的成本是6塊錢 但對於診所段來講 診所不會像醫院一次進那麼多藥 診所進藥的成本可能是8塊錢 但是健保局一樣給付我7塊錢 所以等於是說我診所 我如果是進這一顆藥的話 我是開一顆虧一顆 對是開一顆虧一顆 所以診所就不會進這一顆藥 他就去進相對成本比較低的學民藥 對這樣子診所才不會虧錢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藥價就越砍越低 然後原廠藥就越來越推出市場 所以台灣的原廠藥就越來越少 然後最近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follow到一個事件 就是有一個點滴的製造公司 OK這個沒有 就是有一個點滴的製造公司 他被健保署查出來說 他們在製造無菌生理時間水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過程上的一些疏失 所以勒令他們停業 然後這個點滴公司又是市面上非常大的一個點滴公司 所以現在很多醫院直接缺生理時間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我知道因為那家廠商他出了市面上7層以上 7層的點滴都是那一個 然後被禁止 其實這個追根究疊的原因就是都太廉價了 因為我舉例來講 一個1000CC無菌的生理時間水 給付價我沒記錯的話是25塊 25塊喔 你去市面上買1000CC的礦泉水都不止25塊了 你現在給付1000CC的無菌生理時間水是25塊 然後我看還有就是有一些官員還出來說 我們都沒有砍過點滴的價錢 我們這數十年我們點滴都是25塊 對你就知道 這其實就蠻笨的 對你沒有砍過 但是他已經是不符合成本的一個給付方式了 你要一個廠商 你用一個極低廉的一個價格去給付一個東西 那廠商當然他為了生存 他一定是cost down 他一定在某些你看不到的地方cost down 然後cost down的結果可能就是製造的過程或怎麼樣 可能就會有一些疏失疑慮然後就被查到然後就被勒令官爺 然後就發生全台灣缺點滴的狀況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就是簡單說就是給付太少了 你給這樣子的錢 你又要廠商去做出那麼多東西 那最後一定會出很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東西已經越爆越多了 就是像藥好藥已經在台灣 也不能說好藥就原廠藥 原廠藥在台灣已經是越來越少缺了代值越來越多學民藥 對然後學民藥的品質 即使是同一家廠商他造的 然後他每年被砍他的品質可能也日益低下 然後像點滴也是遇到這樣的問題 他可能沒有砍點滴的價錢 但是你10年前點滴25塊 我10年後的點滴我製造成本已經高那麼多 你還是給我25塊 反正這中間就是會出很多問題 所以現在台灣人遇到的問題就是藥越來越差 然後點滴缺貨什麼都缺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是過敏性鼻炎用鼻噴劑 鼻噴劑的原廠藥也幾乎都拿不到了 對鼻噴劑也反正就是很多原廠藥幾乎都已經消失在台灣了 我覺得這是目前健保遇到最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醫生朋友 然後他們都對於健保制度是非常非常的不滿 所以我剛剛講的事情是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是藥 那除了在醫生這件事情上面 健保應該也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是讓你比較不滿意的 應該是說他這個政策 譬如說我們講藥好了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藥 他給付醫療院所那麼少少的錢 譬如說我禁這個藥 我禁貨價是10塊 然後健保局只給付我8塊 只要我開這一顆藥我就虧2塊 所以我診所我就不會禁這一顆藥 然後你可能就想說 那我這兩塊我跟病人收 然後健保局就說這樣不行 你有用健保的東西 你就不能再收自費 不然叫做違規 被病人檢舉你診所就準備出事 所以我覺得很多政策上有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健保給付價竟然低於我的禁貨價 然後我想要跟病人收取合理的價差 然後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所以你會在診所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你去看醫生 看醫生他可能就跟你說 某些藥要自費 他那個自費他就不申請健保了 他就直接跟病人收取自費 這樣反而是可以的 這比較細 反而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政策他就是都用很強力的法規 去限制我們醫療院所 所以導致我們醫療院所也是進退兩難 就是乾脆就是直接不要進這個藥 然後或者是直接跟民眾收取自費 但是我覺得這對民眾 或者是對整個醫療界來講 都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有時候會看到有人分享說 我就是他們家長輩的興趣 就是去醫院跟醫生聊聊天 然後抗病拿藥 然後看完之後他就確定說 我這個這次的健檢OK 然後把藥丟掉 你自己實際上在一線 你有看過那種很明顯就是 病患在濫用醫療資源的情況嗎 也會啊 當然我覺得我會盡量衛教患者 讓這件事情不要發生 但是這件事情他就是會發生 對因為我覺得一部分是他們觀念上 可能就覺得我素質可能好 我就不要吃藥 然後他可能不知道他素質不吃藥的話 其實波動會比較大 然後可能對身體會比較不好 然後回診的時候他可能就會說 醫生我這次可能藥沒有吃完 你不用開給我 我覺得這是相對好的事情 但是的確有蠻多人他就是拿了藥 然後愛吃不吃 然後還丟掉 然後下次來 然後照樣領藥 反正他就覺得收集藥很有趣 就把藥都放在家裡的藥櫃打開來 繽紛五彩繽紛有沒有 對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那些都是你各位交的健保費 對所以的確也有這種浪費藥 浪費健保育費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就是遇到很多問題了 對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也在討論說 這個其實也是會間接造成健保的一個浪費 這樣聽起來 就是我覺得過去可能醫療 他是一個稍微有一點門檻的 你需要有一點點錢 不然是自費還是怎麼樣 但是健保因為拉低了這個門檻 這邊我覺得他有點矛盾 或者是有點尷尬 我們健保有沒有把這個門檻降低到 就讓太多人他其實不需要 然後但也跑到這裡面了 對因為其實我們也有在討論說 到底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困境 也有人提出來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保大病不保小病 對因為其實現在健保他的一個有點荒謬的地方 就是他就包山包海 對他包譬譬如說你癌症做一些治療 日常的感冒 然後你日常的感冒你去拿個感冒藥他也包 對所以就是不管你大病小病 你都一直跑診所跑醫院 然後就一直花健保的錢 對所以這樣子就造成所求無度 需求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是要去思考說 健保制度它到底是保險還是一個福利 這也是更古不便 大家都會去討論這個東西 假設你說它是保險的話 保險也沒有說什麼保險都保 保險也都是特別可能出事的時候才給付 但是你健保就是你把它打造成一個福利政策 大家都只要保費 但是以保險的狀況來講 他怎麼什麼都保 你做什麼事情小病大病都保 那就會變成萬物通膨的狀況下 而且台灣人的年紀也是越來越高齡化 那高齡化其實整體來講 對於醫療的需求也越來越多 所以各種東西就都在漲 醫療需求也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健保的一個總額 其實是跟不上醫療需求的上漲 所以才導致說 我們常常講點數打折 這是另外一個健保的問題 因為健保是一個總額 所以當你醫療需求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點數就越來越下降 你以前可能做1塊錢 政府還給你可能0.9塊 你覺得好像0.9已經被打折 結果現在1點只剩下0.7塊 你做1塊錢的事情 因為理論上是1塊錢 你做1點的事情 那因為整體醫療需求已經膨脹了 然後我們健保給付的總額又是固定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錢升不出來 所以你申請1點 他只給你0.7塊 對所以這也是醫療人員 越來越對這個政策不滿的地方 你其實比之前還要忙 對因為看病的人是多的 你比之前忙很多 你申請的點數多 結果你拿到的錢 實質上的錢反而是更少的 對這也是健保制度的一個問題 而且之前有聽說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總額制度 就會變成說 我就是要忙起來看 因為如果我看跟以前一樣多的量 然後如果別人可能多看一點 然後一打折 我就領不到我原本應該要被給付的那個 就是你的譬如說像薪資 那時候可能就會變成說 那我們可能就想說多看一點 但每個醫生多看一點之後 其實又 又更稀釋這個點子 對 就是他們打折又打得更多下來 然後自己醫生可能也有過勞 然後醫療品質也會下降 然後變成是一個很糟的惡性 然後藥的品質又越來越差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目前就是屬於一種死亡螺旋 持續往下的一個狀況 對就像疫情爆發的那時候 因為大家就不敢看醫生 所以那個時候點子就是比較健康的 可能一點還有0.9之類的 但是現在疫情之後的感冒潮 對大家就開始感冒 開始去看醫生 所以現在一點只剩下0.7 所以你會發現你看的人數可能比以前高了 我覺得要講比之前高個兩三成 但是你實際上拿到的錢是更少的 對因為大家一起去分食健保這個大餅 然後他又用這個總額制度去框住 所以就算你服務非常多的病患 那因為這個點子打下來的關係 你會發現奇怪 我怎麼看了那麼多人結果拿到錢更少 對所以大家就會開始心生不滿 就覺得這個總額制度有點麻煩 所以最近也有立法在吵什麼1.1元 但我覺得這個很困難 因為你聽到其實根本制度就是整個健保政策 然後整個裁員就是這麼多 對然後所以我自己是比較悲觀看待這一切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像現在很多醫生都往自費方向去走 就不要跟健保扯上關係 因為健保真的我們看他就是持續往下 大概十幾年前我的學長姐就跟我說 這個健保已經持續往下幾年 到你那個時候不知道多慘 然後現在十幾年之後 我一樣可以跟我學弟妹說 自從我這個學長姐跟我講之後 健保又持續往下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你們那個時候會多慘 現在看起來就是一路往下 沒有任何回頭的機會這樣 如果健保真的有這麼多的問題 你會覺得台灣應該要廢除這個健保制度嗎 或是哪邊一定要做一些修正 我是覺得不用到廢除 我覺得至少可以先做到保大病不保小病 我覺得這樣子就可以省非常多的錢 保小病他一般民眾他的這個算是付的錢會差多少 假如說以一般的感冒來說 以一般感冒來講 我舉例來講假設健保不給付藥費的話 其實還好啦 因為藥費大家也知道 這個藥價已經被壓到很低 我覺得三天四天的藥多付個100塊150 我覺得是 那真的 我覺得不會到真的很誇張 對 因為也不會一直感冒 對啊 我舉例來講 假設健保不給付感冒的藥費的話 那你感冒你可能就是多付100到100 可能還是有人會介意 但是我覺得至少以現在這個健保螺旋是向下 已經都每年都說 怎麼再幾年會破產的一個狀況來講 或者是這個點數都已經打到那麼多 我是覺得小病先 至少先讓重症大病的人 他比較多的醫療費用 我們先讓他不要動 讓他的權益不要受影響 但至少一些小病的部分 我是覺得這部分是真的可以討論 不然什麼都包山包海的狀況下 我是覺得這個裁員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那你覺得這一個點的 他的摯愛難刑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選票或者是其他原因嗎 對 當然我覺得台灣民眾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假設你要去改 不管是你今天突然說 從此感冒開始要看感冒 開始跟大家收醫療費用 多收個150 200塊 或者是健保費 漲個大一兩成 我是覺得應該大多數民眾都會嗨嗨叫 一定最直接影響的 都還是去提出這個政策的一個執政黨 或者是去提出這個政策的人 他們一定會受到蠻多的抨擊 對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然我們醫療人出來發聲 但是我們醫療人畢竟是少數 對因為像你講我 聽我這樣講那麼多話 這個藥的品質越來越差 然後點數越來越低 是說這個對於大部分的民眾來講 他可能無感 他也不會特別去意識到說 原來之後他現在手上拿到的藥 或者是他之後可能他得到一些疾病 他住院獲得那些藥 他的品質可能是不如以往的 他們其實是沒有這種sense 對所以這些都是醫療人知道的事情 但對於一般大眾來講 他根本不care 然後他care的只是說 我保肺要漲了 或者是我現在看病變貴了 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們可能這是對他們第一線的衝擊 對但他們不會那麼遠的去看到說 現在護理師都找不到人 然後藥的品質越來越差 對然後對就他們是看不到這一塊的 剛剛有講到就是護理師越來越找不到人 那醫生有同樣的狀況嗎 就是有一些醫師從健保流到就完全去自費 會啊這個狀況也是越來越明顯 對應該說最明顯的狀況就是重症科沒有人走 對重症科就是我們講的內外婦兒級 內科外科婦產兒科跟急診 對就是跟人命最相關的 因為他們也是跟健保制度綁最深的 這些科就是沒有人要去 對一來就是我們一開始講到的 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是辛苦的 那二來就是這一類重症科別 在醫院在診所 他們大部分也都是吃健保給付的 所以吃健保給付就會得到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點值打折的問題 第二個點數本身數十年都沒有調整過的問題 可能十年前開一台刀 他可能給付5000塊 十年之後就是那個物價都不知道漲到哪邊 他還是只給付你5000點還不是5000塊 5000點的話還要打七折 對他可能十年前十年後 他這個給付點數完全沒有變 然後所以基本上相對來講就是薪資越來越低 然後這個點數打折 然後又辛苦 然後又有醫療糾紛 對因為你這些重症科別 你如果有些狀況 可能不符合病人預期就會有一些醫療糾紛 所以各個狀況下導致這些最關乎人命的科別 是越來越少人想要去的 像我記得去年度 應該是去年度吧 像龍頭醫院的一些兒科外科 反正就是一些非常以往龍頭醫院都招滿的科別 現在都招不滿了 就是這些重症科 對就是大家都流落到 可能寧可對寧可去我舉例來講 寧可去兒科 寧可去家醫科這些科別 他去了他一部分他可以看健保 那一部分他訓練沒有那麼累 他出來他想要去自費的像醫美市場也可以 就大家當然普遍都會往稍微可能沒有那麼累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自費市場可以去切入的一些科別去走 然後那些跟人命綁在一起的那些東西 他最吃健保給付就沒有人去走 對因為他們的環境 大家是看不到未來的 對所以等於是說除了 護理師缺護理師 然後醫生也越來越 呃 因為一些風險 因為一些給付的關係 越來越不走重症科別 現在這個都是目前醫療正在崩壞的一個進行式這樣子 嗯 感覺大家其實都知道 包含像是醫師或者是護理師等醫療人員 其實都長期面對高工時啊 高壓力 甚至還有很多醫療糾紛 可是好像看起來 在社會上還是沒有爆發過那種真的很大型的抗議 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太累了嗎 呃 呃 其他職業我不太確定 但以醫生來講 醫生好像是沒有 我記得醫生是 台灣的醫生是沒有公費 因此是不能罷工的 就是台灣的醫生罷工是違法的 就是這個概念是升值在我的腦袋的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研究他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的一個差異性 但據我所知 就是台灣的醫生是沒有公費沒有辦法申請合法的罷工 對所以基本上台灣醫生如果是罷工的話是違法的 所以你可能會 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政府如果想要處罰你或怎麼樣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你說他可能會吊銷你的醫師執照嗎 對啊如果他想要這樣做也可以啊 韓國我記得這一次也是啊 這一次韓國政府因為韓國醫師大罷工 他好像也有抓幾個醫生出來就是殺雞警候一下 他們是沒有到吊銷啦 好像有到吊銷可能半年還吊銷一年 是有做出這樣的處罰 對以台灣來講我記得沒錯的話 就是台灣醫生也是不能罷工的 就是罷工一樣是違法的 就是政府也想要怎麼處罰你 也是就你也是你未知的東西 但是這也會有點微妙 因為處罰了醫生就變得更少了 對啊對啊是是這樣子沒錯 所以我覺得就一部分來講 這一部分就是變成一個政策上的一個死胡同 我自己也覺得好像真的跟很多人討論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件事情很難以改變 所以所以像像我自己我覺得 對啊我有比較多選擇權 所以我就會選擇快逃 對我可能就會選擇說網 可能我覺得相對來講 例如說自費的市場 或者是我覺得相對來講 跟健保沒有綁得那麼死的市場 例如說醫美怎麼樣 我現在也有在做 這也是我消極對抗的一個方式 就是至少這一塊不要跟健保綁那麼死 之前有看到你在講任性相關的一些討論 就是講說對你有自媒體 你有各式各樣 因為其實錢本身它代表的是選擇權的擴張 但是不是你只賺一個的話 其實你選擇權並不會擴張 反而是有很多種機會可能還要比較好一點 對啊對啊 但是這個就只是我保全自我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你縱觀台灣的一個醫療品質 我還是覺得至少這十幾二十年 就是持續下行 我們剛剛這樣聽下來 已經感覺到一個很無奈的狀況 就是它正在不斷的往下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停止這個往下 或是解討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保大不保小 所以我覺得像一些 當然到底什麼叫大病什麼是小病 我是覺得這個也很難去定義 對但是我舉例來講好了 可能譬如說符合住院的一些適應症 他可能就算大病 因為至少保障你真的重病去到醫院接受到一些治療的時候 尤其是有健保給付 那可能一般門診可以處理的問題 可能健保這部分就不要介入那麼多 至少先節省一些裁員之類的 另外我覺得可能健保局或怎麼樣 他們在評估譬如說五大截空 就我們講五大截空 他們現在其實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我必須老實講 所以他們現在就記出很多補助政策 例如說像我是兒科 所以我比較了解兒科 他可能說兒科的現在這個住院醫師 一年補助12萬 就是一個月補助1萬 然後藉此去吸引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有點太短線了 對因為你並不會因為 因為住院醫師也就3到5年 所以大家不會因為你這3到5年 你多了每年的12萬 你就決定當兒科醫生 大家還是去看你住院醫師之後 主治醫師那個生涯 當你看主治醫師的生涯 你發現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譬如說沒有什麼自費項目 然後健保給付越來越低 你主治醫師的生涯 看起來前景不好的時候 大家還是不會想要去走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改善的是整體 譬如說你覺得五大科沒有人 那你就是 當然第一個你是必須要拉高五大科的給付 但是拉高五大科的給付又牽涉到我們剛剛講的總和制度 如果你總和制度你維持在那邊 你拉升五大科的給付 你也只是把其他非五大科的給付踩下去 然後就變成一屆的內戰 就是他們其他科就會罵說 你們五大科把我們其他科的健保總額都搶走 然後五大科就覺得也很無奈 這些政府的政策 反正因為太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總和制度它必須被全盤檢討 到底這個總和制度它到底怎麼去改善 只要總和制度不改善 你說你要補助哪一科 你要讓哪一科的錢變多 都只是在壓縮其他醫生的權益而已 然後就是變成說有點挖東牆補西牆的那種感覺 對所以總和制度到底要怎麼改 然後不能說很短視盡力的指出 這個住院醫師你去當哪一科住院醫師 我每年就給你幾萬 每年給你幾萬 你要是看說我們在乎的其實都是未來主治醫師 那十幾二十年到底就是怎麼樣可以讓 譬如說現在少子化 大家就會擔心說少子化 這個小孩越來越少 然後醫療糾紛又很多 然後每一次看病這個點數又只有0.7 你必須去徹底去解決他主治醫師生涯去遇到的這些點數 或者是遇到的這些問題 大家才會想要投入 對所以我覺得反正講到他們就覺得問題真的很大 他真的是荒荒相扣 總而又扣其他東西 然後又扣其他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難說一言以蔽之怎麼樣改革就會沒事 我前陣子有去動一個手術 然後我在出院的時候去繳費的時候真的非常的震驚 我想說我住了我禮拜四住到禮拜天 然後才這個錢嗎 就是我中間還動了一個手術 然後還有各種麻醉 非常非常的震驚 理論上如果你手術的話 你沒有特別去用什麼醫材 自費的醫材 然後你沒有特別去用什麼特別自費的一些手術方式 例如說什麼達文西 其實大部分都健保也支付了大部分 我之前常會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些外國的Youtuber 然後就會拍說他們在台灣看病 竟然賬單只要叉叉叉叉叉遠 然後就說他在那邊看了什麼手又幹嘛住院 然後這個如果在國外他可能要付30萬 在台灣就是幾千塊 然後我不知道 醫生們看到像這樣子的影片 他好像是一種宣揚台灣健保制度的好的 或者是醫療品質的好的時候 你們心情是不是其實超級無謂雜陳 對 而且外國Youtuber他講這個價錢還可能是自費 這個還不是健保的價錢 就是你即使 因為台灣人被健保寵壞了 所以即使你在台灣自費看病 大部分的狀況下都還是比國外便宜很多 對 因為你不可能集聚太大 譬如說你健保我收你掛號費150 然後自費我收你3000不可能 所以其實像大部分的診所健保掛號費可能現在比較收可能會搞一點200到250 自費我可能就收你650到700 他可能也就不會說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對於這些外國的人來講 他可能來台灣用自費的身份看病 都比他在國外便宜非常多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一個健保制度 我覺得他好像變成說醫生在治療的時候他也有很多東西要考慮 我不是只有考慮說我要怎麼樣好好把眼前這個病人看好 對 那這個情況就會變成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們 接受到醫療服務之後 他可能也會覺得說醫生是不是只想要做健保給付的項目 所以他不幫我做某些東西 或者他不開什麼藥給我吃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是健保不給付 所以醫生就不做 你覺得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嗎 應該也不是說健保不給付 應該這麼說好了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一個患者來到我這邊 然後譬如說我開胃藥好了 就舉例來講一些比較好的胃藥 然後我就會分成兩個思路 就是這個胃藥到底我要直接跟患者收自費也好 還是我要用健保開給他 但是我要冒著被健保刪給付的一個風險 對這又是我們剛剛完全沒有提到的一個健保政策 叫做河山的制度 就今天我用健保開藥給你 你不用特別為這個付錢 但是當健保局覺得你這一筆開的藥不合理的時候 他是可以把你這筆藥的藥費刪掉的 而且還可以放大河山罰你錢 就說你怎麼可以沒有符合某些條件下 你就開那麼好的胃藥給這個人呢 你只要再浪費我們全民的健保錢 你知不知道就是會有這個狀況 對所以今天你提到這個狀況 就是醫生他會去考慮說 他到底直接用自費開給病人 這樣子比較沒事 對沒有健保核山的問題 因為我不跟健保局申請這筆錢 但是他遇到的問題就是病人會覺得說 欸你這個醫生怎麼連這個藥都要跟我收錢 對我不是有講健保費嗎 你還跟我收自費 他們的病都是國藝在局 之前就會有人一直說 醫生一直要推他健保要推他自費藥 對就會有這個狀況 對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有繳健保費了 可是今天當你用健保開這顆比較好的藥物 你又面臨到核山的風險 就是你已經 就這個是你的成本 就是你這個藥你已經開出 病人已經開出去了 但是健保局卻可以在事後跟你說 欸我覺得這個病人不需要用到這個藥 我不給你這筆給付 你這個藥費你醫生就自己吞下去 對所以就會遇到這兩個兩難 對所以醫生要嘛就是他如果覺得沒差 他就跟病人討論自費 要嘛他他不想被刪 他就說他就可能就覺得我不要開那麼好的藥給你 我就開保險一點點的藥 然後病人可能就會覺得沒有效 對所以因為這個政策的關係 醫生開藥的時候不只要考慮到 到底什麼樣的治療對這個病人是最好的 他還要考慮到健保局會不會刪掉我這個藥 會不會刪掉我這個檢查 那我好奇這樣以一個病人的立場 我可以在看醫生的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希望吃比較好的藥 那如果有任何自費的話我就直接自費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直接這樣 醫生大部分蠻喜歡這樣子的病人 喔喔喔喔 不知道可以這樣講 因為這樣子就不會餵手餵腳 可能他因為 不過我相信大部分醫生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亂開藥物 因為通常也可能藥物組合裡面就有一兩顆藥 他會有點去彩線 對他可能就是會符合我剛剛那個講 例如說一些好的胃藥或是像某些狀況下 需要用到一些比較好的抗生素 抗生素也是健保非常喜歡刪的一個對象 對所以你們看病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驗 就有時候你可能某些醫療員手 他可能就跟你說 我們這個抗生素要自費 就會因為醫生他不想要去面對健保局 可能會刪掉他抗生素的風險 對然後如果你得到抗生素 然後醫生沒有特別肯你收錢的話 醫生可能就冒著他這一筆 可能會被刪掉的一個風險開藥給你 我覺得聽到這裡就會感覺說 如果我們今天把醫生 視為是一起在對抗疾病的一個夥伴 那這個時候你去幫他承擔一點這種風險 就是主動的跟他釋出這個善意說 欸這個如果有任何要自費的東西 這個東西我來付 他其實就會把兩邊變成比較是同一陣線的 對而且因為醫生不知道來看病的這個病人 他到底是比較在乎效果 還是比較在乎價格 所以他一定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說 我覺得你直接吃自費的藥 因為這樣可能他又會覺得說 欸他是不是醫生想要設計我 所以我也會直接跟醫生講說 我要吃自費的藥 所以其實還是很便宜 其實也不貴 大部分一顆藥可能就算你自費 因為現在藥價已經被藥壓得太低 所以就算你自費買一顆藥 正常的一些感冒藥的情況 像可能一顆也就5塊10塊 對他真的不會是什麼太貴的價錢 然後當然一些特別的藥品除外 而且我相信就算你這樣子講 醫生也不會說真的 就是可能就開很多自費藥給你 因為像我之前也遇到 譬如有人跟我說 他知道說有些比較好的自費藥 如果有什麼自費藥盡量開沒關係 然後我評估了一下 我就覺得我其實覺得健保藥就夠了 對我還會這樣跟他講 所以我其實覺得如果你有這樣子 你覺得某些要自費對你來講 不是大負擔 我覺得這樣子表示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懂 那最後我有一個很好奇 就是如果現在你要給一個高中生建議 你會推薦他們去當醫生嗎 現在我覺得如果你是醫學跟牙醫在選 我是覺得牙醫蠻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強調 興趣一定要擺前面 如果說你醫學去瞭解過的 你牙醫去瞭解過的 然後相關的一些工作傷害 譬如說 當然不同系會有些工作傷害 像牙醫我們比較常聽到 就是一些聽力上 因為他們面對一些高頻率的聲音 或是一些彎腰駝背 一些牙醫師他們的一些背部 可能也沒有那麼好 可能會有些腰痠背痛的狀況 這個在醫學系的 比如說外科系 或是有些皮膚科常常可能要拿放大信 或怎樣 不一定是放大信 就是一些特別的器材 反正在某些科別 它也會有一些相關的傷害 當你去了解過每個科系的一些優缺點 然後你確定自己的興趣是哪一個 我還是建議你依照自己的興趣去做選擇 因為我覺得就算現在醫學 它在健保制度的框架下 其實你對一個東西很有興趣 你還是可以走出自己 不管是自費的路 還是突破健保的極限 其實我覺得你只要有心 你有興趣 這部分是可以做的 但是假設你對一個東西沒興趣 假設它的環境再怎麼好 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還是會做到最後 會覺得有點厭世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沒有相關的經驗 就是像說一個東西 好像薪水不錯 然後就想說為了錢去做這個東西 可能5年10年都還OK 但做超過10年可能很多人也是會做不下去 所以我還是覺得以興趣為主 然後當然醫學它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健保制度 大家進到醫學系一定是會面對健保這個問題 但是至少現在廣大的醫美市場 醫學走不下去 真的舊人命的科別真的走不下去了 其實醫美也是一條可以選擇的路 它的路線也算是寬廣 所以我也不會一味的覺得醫學系就很爛 我覺得它的選擇的路還是很多 只是如果你要走醫學系 然後你是懷著比較祭祀救人 你要走什麼大外科 你要走什麼急診 你要走那些我就是要拯救人命的科別 你的理想可能跟現實會有非常大的衝突 可能很多人 我們醫學系裡面也常常講 那種面試的時候跟教授說什麼 我以後一定要成為醫隆成為外科 我以後一定要當什麼科內科技士救人 然後後來因為新聞報導都會報導出來 然後後來我們去翻它 七年之後六年之後的選戲 都選什麼皮膚科眼科 就是大高中生的時候的夢想是一回事 但是遇到現實大部分人都會被迫妥協 然後去走一些相對來講可能未來比較好的一些科別 也不是說走這些科別就是錯 但是這個真的是現實的一個考量 所以還是以你的興趣為主 因為我覺得你有興趣大部分都就是可以做出不錯的成績 如果你就覺得醫學跟牙醫 我好像都有興趣 我不知道學哪一個 嗯那去牙醫吧 應該不會後悔 最後還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志祺七七的觀眾分享嗎 我是覺得雖然說大家聽我抱怨那麼多健保 但是還是必須承認健保還是幫忙很多人 對健保有很多問題 但他還是幫忙了很多可能不管是收入上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優渥 或者是他真的比較需要醫療資源的人 對所以我真的是蠻希望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健保這個議題 對因為大家的一些發聲 對因為我們醫療人員是少數 所以如果說執政者在位者他如果是以選票去考量的話 那我覺得健保就是一個死胡同 對因為醫療人員是少數 不太可能會有執政者或是政黨 因為少數的權益去犧牲掉他絕大多數的選票 對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去關心這個議題的話 或許可能還有一點轉機嗎 雖然說我是打了非常多的一個問號 因為大家聽我這樣講就知道他真的是慌慌想口他的問題非常多 對所以就是覺得很無奈 對那如果你是醫學的一些後進 我是覺得大家就 呃 大家也不用太悲觀 因為其實還是有很多路線可以走 只是可能 祭祀救人的這個這個夢想 就會受到現實的多一點點的衝擊 但是大家心中還是要保有那個理想去奮鬥這樣子 最後送一碗雞 好那今天非常感謝昌蘭哥今天來分享 那這集就像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點贊並且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掰掰